六个小妙招让你更加的持久 第一就是冷热水交替洗澡 冷热水交替洗澡是民间流传很久的一种 增强男性功能的一种方法 使用冷水交替洗澡最好维持一定的室内温度 防止感冒了 在浴缸内充分的温热之后再出浴缸 再给自己的阴部施沾冷水 等到三分钟左右再进入到浴缸 如此反复三到五次之后即可结束 又能够每日的坚持做交替育 可以使中年以后的男性精力充沛 性功能增强 减轻疲劳感 第二点就是穿纯棉的内裤 内裤材质的选择对男人性功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因为男人的高丸需要低温通风的环境 因此选择透气性较好的纯棉内裤 可以帮助男性保护他的一个器官 减少对升职能力的破坏 第三点就是注意锻炼了 想要有完美的提高性功能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运动除了拥有健康的体魄 旺盛的精力 还可以增加全身养含量 增加了高丸酮的分泌 对于男性的生殖系统是最好的补充的 这一种内在的强健作用 远远胜过任何的保健品药 锻炼就是最好的壮阳药了 建议大家平时有时间就去做游泳 跑步 打球等等运动 不仅能够强健身体 还能够提高性功能 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点就是按摩弟弟 按摩也是能够提高性功能的 经常用手直接的去按摩弟弟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改善 由于经常不断的供给高丸与新鲜的血液 当然就会增强高丸的功能了 提高男性的能力 按摩课一天一次 每天量的三分钟即可 第五点就是饮食了 要多吃泥丘来养肾生精 对调节性功能有较好的一个作用 泥丘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有附近精子形成的作用 成年男子常食用泥丘 可以滋补强生 第二就是多吃韭菜了 多吃核桃啊枸杞啊 这种都有消除疲劳的功效的 中医认为呢 枸杞性味甘贫 能够滋补甘肾 易经明目和养血的功效 现在医学也是可以证明 枸杞呢 也是可以降低胆固醇 兴奋大脑神经 来增强免疫功能 还有抗酸脑美容 对人体的健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还有呢 就是要多吃洋药 多晒晒太阳 阳光有助于抑制体内 特别是冬季啊 我们都应该呢 每一天都到户外去晒晒太阳 去晒晒步走动走动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 拜拜